剛剛請大家先做斷電 記得原則上我們盡量用大頭斷電 比較不會弄壞小的 第二個你要插原件進去的時候也要斷電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原件你如果先插著電這樣插比較容易壞掉 所以養成習慣就是要插好就斷電 好那剛剛我們是找到一顆LE燈 那現在呢再麻煩你把你們家的麵包板拿出來 有沒有你盒子裡面有一個麵包板 餓了不能吃的 找到了那現在呢我們還需要剛剛是有兩條杜方線 對不對模擬器有兩條杜方線我們需要弓對弓的 弓對弓的那我前面這邊有 好前面這邊有可能要麻煩各位來拿一下 我現在給各位的都是弓對弓 你有沒有看到杜方線兩邊都是尖的 這叫弓對弓 所以那有弓對弓就有弓對弓 弓的也有什麼弓 這叫弓弓 所以那個周紀元的歌你應該知道 弓弓很忙 好這裡那我現在呢 LE燈我們怎麼放進去 來你看一下 我就跟我們模擬器一樣 我的長腳我現在右手邊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板子 你就拿橫的有沒有 拿橫的 那你可以把它插下去 可是呢 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呢 你們的那個麵包板都比較新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 我這樣插的時候好像很緊 你不容易插緊 你可以換別的孔 了解嗎 不用說硬的壓下去啦 你就找你覺得比較好插下去的 把它放下去有沒有 但是呢 我這樣插下去我就看不清楚 長腳跟短腳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先知道喔 看你的哪一邊 先看一下 我的右邊是長腳 你要顛倒過來我也不敢對 反正你到接的時候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就找 比較容易放得進去的 插下去 那接著呢 我們杜邦線你把它拿出來 把它拿出來 我只要在這個 就是同一排裡面 任一個地方插下去就好 但是呢 你在插的時候一樣 如果你覺得這樣插 這好像很不容易插進去 你就換別孔 你就換別孔 沒有關係 不用說 要硬著一定要插下去 那第二個是你看一下 我們杜邦線 那個黑色的頭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邊是亮亮的 為什麼只有一邊亮亮的 是它品質不好嗎 不是 這個是要給那個用什麼 三用電錶 有沒有 它們要量一下這個有沒有通啊 這樣子的使用 它就接到這裡 這個就不用拔下來 所以這個通常我會把它 就是做 通常都面對同一面 這樣以後 如果說真的有需要檢查的時候 我就不用翻來翻去的 所以我就像這樣把它接起來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把它換成跟顆一樣比較大顆的 好 那我這邊接好了 我就可以接板子的部分喔 那我的右手邊這一條 右手邊這一條是正極 我們剛剛正極是接到05 所以我把它 一樣翻過來 我就接到這邊的05 有沒有 我這邊切到05 那另外一邊呢 這一條負極 我就切到什麼 GND 就是我們板子上有一個 接地的巧味 好 所以我現在兩根就這樣 這樣都ok了嗎 ok了不要懷疑 可以插電喔 你可以開始插電喔 好 插上去我們就準備來看一下 現在你插電之後 正常來講 它已經連上去最後就是熄滅了 好 那我現在就回到我們的模擬器囉 我現在先回到這邊來 剛剛我們跟他講 你是不是要玩假的 是用這個 現在我們要跟他講 我要玩真的 我要透過Wi-Fi囉 所以你來這邊把它切成Wi-Fi 但是我怎麼知道我的設備有沒有在線上 到底有沒有真的連出去 所以呢 WebDino在右手邊這裡 右上角 它有提供一個 檢查裝置狀態的一個功能 你把這個閃電按一下 那 在這邊我們要打上你們家的 寵物的名字 就這個Device ID 來各位看一下你們的 那個 紙盒子上面 我有沒有都有寫 有沒有 有分大小寫 有分大小寫 所以要麻煩各位 像我在這邊這個 我這個K是小寫的 好 如果你看到 它已經亮綠燈了 那恭喜你 它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你打了 它是亮紅燈 就表示它還沒有連到網際網路上 因為有一種狀況是這樣子 它有連到你們家的WiFi基地台 可是沒出去 所以從燈號上看不出來 因為它有連上WiFi基地台 那就熄滅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透過這一個 確認它有連到網際網路 這樣才OK 好 才OK 那你這個好了之後呢 不要再打一次了 你就兜兜兩下 有沒有選選了 CMS加7 CMS加V 把它複製起來 就直接貼過來就好了 因為有些人會在這邊 怎麼樣 不小心又打錯了 這樣你要 debug有時候就麻煩 所以我們先 執行程式之前 先確認硬體都沒有問題 你再來寫程式 比較容易找錯誤嘛 好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不要懷疑 真的可以play下去了 現在呢 不只是你們家的 模擬器會亮 有沒有發現 你手上的燈也會亮 請問亮在你手上 跟亮在模擬器 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真的可以操控硬體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以前的 科幻電影裡面的情節 就會成真啊 因為 如果網路都可以進來 你們家 就是大家的家 全家 有沒有 就是你家 呵呵 這樣有感覺了嗎 OK齁 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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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